诗篇第五十二篇 勇士啊 你为什么以作恶自夸呢? 神的慈爱是常存的 你涂抹毁灭 你的舌头锋利像剃刀 常弄诡诈 你喜爱作恶过于行善 喜爱撒谎过于说实话 你喜爱你诡诈的舌头 所说一切毁灭人的话 神必把你永远拆毁 他必把你挪去 把你从帐篷中揪出来 把你从活人之地连根拔起 一人必看见而惧怕 他们必讥笑他说 看哪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自己保障的人 他只倚靠自己丰盛的财富 以毁灭别人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至于我 我就像神殿中茂盛的橄榄树一样 我倚靠神的慈爱 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永远称谢你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必在你圣明的面前 宣扬你的名 因你的名是美好的 我们来多看 你别罢了 因为我実现了 我每次都都在买